大家好,我是阿爸 这堂课是透过QGIS与流域开放资料 手吸水环境,以头前吸为例 这是我的email 这堂课的资讯可以从这个连结点进去 连结点进去,它会有相关的文件 文件和相关的资源都放在里面 这个投影片是信息版面 所以大家可以随意自由的应用 这是课程的课纲 所以我们一开始会有分几个阶段 一开始这个阶段会先讲一下 这堂课会学到什么东西 我们会讲你怎么使用政府的开放资料 再来我们会介绍QGIS的一个简单的入门 然后做点练习 后面会让大家正在实际做一个 我们称为情报地图 就是一个可以被印出来的这种地图 最后做个结尾 这个是简单这里的课纲 那这堂课我们会学到什么呢? 简单讲这一段是给大家的为何站 然后为什么要花这两个小时来上这个课程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课纲 这一小段的课纲 好 我们先对课程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我们这堂课会使用政府的流域方面的开放资料 政府的开放资料也非常的多 我们主要关心在水环境 所以会在流域这边提供给大家一些开放资料 那因为水温的资料里面有很多都是在地图上 所以我们会使用QGIS开放的软体 来让大家熟悉看一下地图上的呈现 那为了增加大家的学习效率 我们会引用很多既有的一些 以前的一些专案的成果 和工具 来给大家 避免大家从头开始学起 这样会比较有效率 那这个我们在2021年总统被黑客松 有成为卓越团队 然后那个时候的专案主要专注在头前夕 所以这一次主要会拿头前夕来当一个范例 不过它的方法跟资料都是很类似的 那相信也很容易转化成各自附近的水环境 那这个课程它本身它是预录的课程 所以但是我们也希望这个东西它能够实际操作在课堂上 或者是工作坊上 所以那这个课程中间还是会出三个作业 那这个作业刚好就是我们如果在现场交的时候 或者在工作坊里面 这个作业刚好就是给大家的一些练习 那为了让大家在比方说自学还是在工作坊上 能够对于操作上更清楚 我们这个课程也会提供作业的范例 也就是说这个作业我出完之后 我会再自己做一遍露营给大家 那这样子大家在做作业的时候 有问题的时候看着露营也会比较轻松 然后正在工作坊的时候 大家也会问题会比较少 那这个是作业的范例 这堂课 其实以前有一堂课 叫做自学政府开放资料应用实战 以拉斯总统 所以专案为例 这个开放课程 这一次的两个小时 其实是以前这里的六堂课的一个浓缩的课程 那之前这堂课的投影片 露营 都是全部都在里面 我们可以点一下 点进去看 这个就是当初的 当初的这个专案 这个专案它的投影片 它的资料 它的所有的档案 它跟它的释出的一些资料 全部都在里面 那本身它也是有录影的 那录影你也是可以直接观看 所以 这个是之前的浓缩课程 所以在这个课堂上 有的时候它没有讲那么清楚 那其实有点隐含 说你可以回去 原来更详细的看原来的课程 那因为这个东西 它当初的课程做的 实际上它是针对整个智学来做的 那这堂课还多一个目的 是说这整个的课程 弄完的时候可以去工作坊 可以让大家自己 一些老师可以自己拿这个东西 到工作坊上去试作 那这个整个工作坊的原型 是当初有一次在那个 GTV的一个小松里面 一个下午的工作坊 这个当初工作坊 试出很多的资料跟做一些经验 它这个整体的企业 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这个课程 主要还是提供在 大家可以自学来使用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哈爸 本名是徐武龙 我是LAS的创办人 那我之前在产业界大概有将近 快要20年的工作经验 后来这五六年来 就是在社群上混 那以前的基本上就是在软体 任体这方面 那在社群上 就建了几个社群 那主要的就是LAS 跟方法台湾User Group 那最后这个是一个医疗的社群 那在课程的这个文件里面 它基本上它会提供一些 投影片或者说一些资料 这个给大家参考 意思是说这里有一个档案库 那大家要记得来取用 这里是一个档案库 那这个文件本身也是CCBinet 这个投影片也是CCBinet 意思是这里面 我们这堂课的所有的 这个相关文件的部分 都是用CCBinet的方式来试图 好在一开始呢 我先给大家看周外 我们学这个开放资料 学这个什么 然后地理资讯 QGIS 到底是最后能够拿来做什么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在LAS在好几年 在一个民生公共互联网的比赛 那个时候得到了一个最大奖 那我们做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三合事件部 它实际上就是在 可以在让你在 在台湾的范围内 把所有相关的水情的资讯来做一个 就是可以让你查询了解 那我先播一个它的影片 这个是一个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一些统计资讯的功能 它这个 左上角这边有很多可以选 选的之间 比方说这个是灌溉用水 你就可以在灌溉用水之间 知道说各个地方的灌溉用水的 的这些量 那它的所有这些呈现都是动态的 所以你滑鼠可以移来移去 可以看到所有的 这个细部的资料 那另外一个主要的是就是 就是所谓的三合事件部 三合事件部 它这里主要是在地图上呈现这些水情相关的东西 你点这个I 这个就可以看到它所有这些图示 资料来源 这些所有的东西 跟投影片啊 或者是Github连结啊 全部都在这个资讯里面 那它在使用上呢 它在使用上一开始就是先找一个 你可以任选一个时间 那从这个上线到2019上线到现在2022 你可以任选一个某一天 比方说这个这一天 你看右下角是有一个台风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 它点到那一天 它下面你可以选一个时间 等于是当天的某一个15 应该是10分钟还是15分钟 那你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这个时候你可以 它可以呈现的东西有非常多 所以它是可以开开关关的 比方说这个你把淹水的警示 水库的这些警示把它打开 那流量这边 选的一个是 雨量这边选的是一些石雨量 那这个东西你可以任选 其中的时间 那它还可以跑比方像是动画 所以这时间的推移 你可以看到时间的推移 右边的这个台风 从右下角这边开始就靠近了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这些雨量 随时都在变化 水库 水库正在水质减少 然后有一些地方开始警示 你其实可以观察到 台风来的时候 在一开始我们水库是会先放水的 那最后雨量来的时候 水库的水会增加 这个时候所有的 任何的时间的所有这个雨量 水位这些所有东西 都是可以在这里看到 那这里可以做一个动画的呈现 那左边这边是非常多的 很多的设定 其实也代表着这些有这些的功能 你可以做一些适当的选择 那像现在打开的这个东西是高层的资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海平面 就是水位 我应该说 高层大概 每个地方的高层大概是多少 那你可以知道哪些是比较低洼的地区 那 这些 这个 这里现在在展示的是 警示 就是当一些灾害来的时候 它会发一些警示 那些警示 你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它 警示发生在哪里 那这里是水库 水库 水库都可以看当天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刚才 会说什么 台风来的时候会先下降再上升 这个是河川水位 这里面 它有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水位测站 你可以看一下那水位的位置 那这里是日累积雨量 那你可以 它这里面 都图示都会有一些缩放的功能 把它变大变小 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或者是 或者是 不要 就是不要这么占画面 那都是可以做一些调整 那 这是雨量的变化 那还有一个叫做累积雨量 因为你在 你看日雨量不见得知道会不会淹水 但是你一个小时内如果雨下太多 容易淹水 这个是 这个是 食雨量的概念 好 好 好 这个是 三合事件部 那 展示影片在这里 这个 它有一个投影片 那最重要的是说 这个 这个 这里是 Github 就是它是一个open source 的 程式 它本身也提供很多的API 那你可以从它的Github里面做 找到相关的东西 好 那在 第二个 第一个要给大家看的 这是我们在总统杯里面 好 我们我们有 有这个 另外在开发的一个层次 这叫做 诗愿地图 看起来也是一个 一个 地图上的网站 那我还是用 这里有它的 展示影片 这个文件 一样 它是 open source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 展示影片 好 这个是在总统杯 就是比赛的时候的 我们写错 弄出来的展示影片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它是喝好水 吃好物有良居 所以它一开始 关心的是 你喝好水 那 所以你随便点一个地方 你可以找到 说 在自己 这个里 的净水场在哪里 然后它的水量 水质的状况是什么 那就是 你可以知道你在这个地方 它喝的水 是不是干净 那第二个主题是 吃好物 你整个 这个农作物吃的东西 吃的水好不好 那你一样是可以点一块 乡镇 然后去看这个乡镇 有产什么样的 农作物 那 那 农作物吃的水好不好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附近的一些 污染情况 比方说 这里点的就是 农地工厂 好 那所以它就可以看到 这附近有哪些农地工厂 那你住的地方安不安全 那住的地方安不安全 比较像是土石流 你在山区 那你在山区的时候 你有土石流就不安全 那你要看山区哪个地方 比较容易有土石流 它这边有一些涂层 这些涂层就是让你比较容易知道 就是哪些地方是浅市区 那这里还有结合群众标注 所以你可以自己到外面去照相 照完相之后 它会呈现在地图上 那 现在要展示的是 我们说的是河道 河川集序 那你可以看 这个 在不同的河川集序上 你可以看到 头衔溪的这个河道在哪里 那 这里你可以 它可以模拟一滴水 从哪个地方滴下来之后 它怎么流到海里面的这个路径 它可以 它可以就是展示给你看 好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 东东杯的这个 的产出 我们叫思源地图 相关的 思源地图的文件 相关的文件在这里 那 手册 那这个 这个一样 它是open source 那所以你很容易知道 它到底是怎么做 后面的逻辑 延伸 那它本身也有API 那这个 它也有文件在描述 它提供了哪些API 那因为这堂课 比较不讲写程式相关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 不说这一段 好 那在同影片里面 它都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这是做一个主要的截图 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在思源地图也一样 在投影片 也比较 文件中也比较详细的介绍 好 那这里就是一些展示 好 那再 再接下来讲一次 我们叫QGIS的范例专案 好 那 好 那QGIS的范例专案 这个 应该是说 QGIS是一个 后面会介绍怎么使用 那QGIS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 但是它有点学起来 就有点困难 那我自己在学的过程 觉得 其实是稍微有点麻烦 那我就想说 那 怎么样 能够让别人来学习 使用的时候 简单一点 后来我发现 其实它最麻烦的东西就是 你要一个一个去找资料 然后把它汇进去 好 那 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当漫长痛苦的过程 好 那在一开始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你 你又要遇到一个这么痛苦的过程 好 就会让大家打退堂股 所以我的想法就 比较简单 就是说 那我为什么不能够把相关的主题 都把它收集起来 好 把它打成一包 好 那别人直接打开这一包 就都看到了 好 那它就使用 一开始的使用就简单了 那对它来讲 有兴趣 它就可以在 因为有资料了 它就很容易操作 好 那就很容易使用 好 所以呢 它的概念就是这样 反正把它打成一包 让人家可以直接下载 可以使用 好 那一个一个 就是当它发生的时候 我就一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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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做 所以后来就非常多包 就比方说 水利地理资讯 然后什么什么 探索头签锡 然后后面 QGIS 黑客松 水加率 水文分析 反正就一包一包 不要越来越多 那 这里就是很多包 那他也讲一下 这个整个专案的结构 对大家来讲 就是反正你只要知道 这里有很多包 那你大概需要的时候 你就拿某一包进来 然后来打开来使用 那至于QGIS怎么使用 后面刚好有一段会讲 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所以它这个里面有很多包 那其中 其中的这里 这个黑客松 这包就是其中的一包 那你可以 我们就点下去好了 它就是 反正它就是一包 可以下载 那你就把它下载下来 再把它解开 好 好 那这里 也有 这也有一个投影片 这个投影片里面 他会 这是很早期的一个投影片 所以他会 讲了一些 有哪 他怎么建这个专案 专案有什么东西 第一包是海费治理 第二包是发现投影 核上污染 第三包 水利地体资讯 探索头衔西 三合事件部 第六 就是它有很多包 那这个就是一个投影 你可以 如果对这个有兴趣 那它的整个文件在这里 那你 你整个文件 其实还还蛮庞大的 那你如果从左边这边看 那你就会看 你就会看到 它这水利地理资讯 然后水利署的开放资料 那比方说水利署的开放资料 就是水利署 几乎所有的开放资料 全部都被打包下来 那你 你就不用自己再回去看 那这里 每一包 它在这里就是一个专案 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专案 那刚才比方讲的 呃 呃 QGIS黑客松 就是你点在这里 就是这整包 那这里面它 它都会告诉你说 它有哪些图层 在你还没开始使用的时候 它通常都会告诉你说 它有哪些图层 所以你可以在还没打包之前 还没开起来之前 先看看这里的图层 你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 你再继续使用就好 那 那这个整个 这 呃 一开始有讲到 临时小学校的这个 这个活动 这个 这个 呃 呃 上一次的一个工作坊 那里面就是一个工作坊 但是搭搭配了很 好几包 就是 QGIS黑客松啊 或者其他几包 跟水有关 水水温有关的东西 那这里面 呃 其实也有一些可以参考 那也顺便提供给大家 好 好 那最后讲到的是 呃 流域情报地图 流域情报地图 那这个是在中冬杯 去年比 呃 游出之后到今年 我们做了 呃 流域情报地图 就是一样是 针对流域的东西 打 弄成一包 然后但是这一包呢 会跟工部门有 比较多的一些合作 它一样也是 比方说 呃 未来是希望比方说 头衔西有一包 比方说蛋垂合有一包 或者是 或者是他们有类似 这样子的一个组合 好 那它这个 这个下载点 目前比较 最新版的下载点 是0.06版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东西下载下去 这一样也就是 刚才讲的一包 那它的管理方式实际上是Github的专案 所以你可以从Github的这边 也可以下 这里是0.06版 那你也可以下载0.05版 那这些就是 就是可以让你自由的下载 那投影片在这个地方 你有兴趣也可以看 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里面 最后会 就是会让大家使用 留意情报地图 所以也就是 其实就是这一版 好 这就是情报地图 然后就是你打开一整包 就会看到整包的东西 各个图层 在QGIS里面 那它也有预设做好一些 就是可以让你印出来的这种地图 我们叫做情报 情报地图 那这个地图 那这个是情报地图的概念 既有的图层 做一些既有的这些地图 可以让你印出来 那就是一个 基本的概念 好 那最后补充一个就是 哈巴相关的笔记 就是 哈巴在弄这些东西的时候 有的时候 动弯弯西弯弯 做一些东西 我觉得 对大家可能还有一点 比较有趣有用的 就在这里 就提供一个连结 这个不是这堂客的一个重点 那比较说群众标注 就是你可以去拍照 然后上传 然后上面就有一大堆的这个照片 有位置 这些照片 那我们针对头衔机的水环去 那时候有拍了八十几张的照片 那你点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头衔机水环境的这个东西 那比方说 我自己在自己附近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绿原道食物森林 我自己就把一个食物森林里面的物种 和所有东西都把它记录下去 那时候记载了一百八十几个物种 那相关的东西也在这里 这里 你可以看 那最近做了一个个人版的禁锡 就是我们家附近的一些郡路 自己去捡垃圾 那怎么样 把这件事情弄得比较有结构 就是禁锡的方案 那还有一个就是丁普遵的一个探访 我家附近有个丁普遵 我想要从头到尾探访一次 这是当初花了三天的时间探访的一个历程 也是给大家一点参考 引起大家一点兴趣 最后的每一个小段 我们都会有一个简单的QA 做一下就是一个段落 这段会希望请大家再进行 比方说你在要再进行到下一段之前 你可能先回想一下 之前有没有对哪些水环境有兴趣 家里有没有哪些水路 你有没有去看过 那你离家最近 如果你想下水去玩的话 你离家最近的可以玩水的地方 在哪里 那像我家这边是头前溪流域 那你知道头前溪流域的整个的范围吗 那你自己喝的水 像我喝的水 其实以前是以为我是从饱饿的水 顾的水 但实际上我是喝头前溪的水 那你喝的水是从哪个取水口来的 那里的水干不干净呢 这个都可以去想一下 这个都是很有趣的问题 那这一段我们就先到这里 那大家可以先稍微思考一下 然后再进到下一段 我们这一段是政府开放资料的介绍与使用 那这个是我们这里的大纲 那大纲主要呢就是去查政府的开放资料 然后可以把它放到Google Shoot里面去 好 首先这部分是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那我们政府其实非常的开放 在全世界里面我们的开放资料也是算做的算还算在前段班 那应该还做的还不错 那而我们的政府 不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很多的都有他们各自的开放资料 但是他们在大部分 可能有90%的这些开放资料 一定都会汇集到这里的开放资料平台 那这个事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开放资料平台 那这是政府开放资料平台的这个网站 那这个网站进去呢 它实际上你可以就针对分类来做查询 比方说你做分类来查交通 这些交通 那 你可以做分类 那最简单是说比方说 好 比方说水库 你可以查 你的热特关键字你都可以直接查 就可以查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实际上 69页 这质料都非常多 你把它 你把它 每页100个也一样 刚才 这个有69页 69个 所以随便查的关键字都很多 那你在查询的时候呢 你查的旁边这里 都会 比方说你这查了69笔资料 归属于行政院的有50基比 那哪一个限制的有几笔 比方说你对台北市比较有兴趣 你这个时候点下台北市 然后把它做搜寻 刚才查的这些东西呢 就剩台北市的这些笔数 所以左边的这边呢 可以让你有 就是有各自各样的 比方说中央机关啊 地方机关啊 分类啦 这种格式 你可以做一些 一些朝鲜 你想要的 是阶层格式 类似是这样 你就可以做一些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进阶搜寻 进阶搜寻 你这里就可以直接选 我这是一个东西 我要行政院的 我的格式 想要的CSV格式 然后我分类想要哪一类的 然后刚才的这些关键字 都搭配这里组合一起做搜寻 那这个是它的进阶搜寻 好 那我们举这个饮水机的例子 我们来举饮水机的例子 台北市饮水机 那因为后面我们会下载一份 台北市饮水机的资料 所以就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刚才讲说你可以查询 开放资料嘛 你可以查询 你会得到非常好 很多很多很多笔 其中每一笔点进去 基本上都大概长这个样子 那它会有 先给大家看 它会有这个资料集名称 就是台北市公共场所 饮水机资讯 然后这里呢 就是它的 我们叫做它的资料集的ID 这个非常重要 你只要知道这个ID 这个网址一打下去 它就是这一笔 好 那这个是资料ID 跟资料名称 它都会有一些描述 那这描述有的时候呢 在减基本描述 然后有的时候 这里主要栏位会写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饮水机 它会写说 它什么场所在哪里 电话有多少 以这个例子来讲 它有经纬度 那像这些有经纬度 或者是相关跟地位置有关系的东西 我们叫做地理资讯 那这一个就是属于 有地理资讯的一个资料集 那它的格式 这里它会有下载网址 那这里就是基本上格式 这个格式是CSV 那后面就是它的一些机关 或者是负责人 什么时候 这基本的资讯 我们称为叫做Metadata 那这里也有一些关键字 这每一个资料 其实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查到这个资料 想使用呢 我们通常就会做 我们就会做这件事 就是下载 比方说你可以试着先检视一下 那比方说检视 它会有其他相关的说明 那会比较清楚 但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下载 那你点选之后呢 它就会下载 可以下载下来 那下载 这就已经下载完了 那你可以下载完之后呢 你可以 就是用你可能Excel 或者随便你喜欢的 这种就是表格性的软体 来做一些基本的查看 那这里就 你可以查看 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栏位 最后它有一个经纬度 就跟刚才写的东西有点像 好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 我们去查下来 可以使用的一个方式 回到头影片 那你可以去查询 你可以打字去查询 每一笔大概里面长怎么样 刚才都讲过了 然后呢 那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 那你想说那么多笔资料 那就都在上面查 其实查是很好查啦 但是当你想要查一个主题 还是什么的时候 你会发现毕竟在网页上 你查询 然后还要记录 然后你自己一页一页 很容易你就搞混了 不知道在干嘛 所以它这里还有一个很棒的 就是整个清单下载 你可以把整个清单下载下来 我们比方说 整个政府的所有开放资料的清单 你可以拿来做一个下载 那它你可以下载 那当然也可以做异动清单 比方说你今天 今天有异动了什么 那比较关心的时候 今天到底释出什么 你也可以了解 那我觉得这个政府 这个开放资料做得很棒 就是它会提供给你清单 那提供给你清单 它就会有很多枕头上的可能性 你可以用程式查 或者说用一些比较好的工具 或者是你习惯 在自己打开来查 也是有些东西 在清单里面查可能更容易 那但是这比较是属于你 你就你量比较多了 你量比较多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这样查 好那这里它会有资料及代号 栏位 那什么格式下载之下载 然后栏位说明 一样就是刚才所有的东西 每一笔都是都是有的 都是在这上面 那比方说你有它有好几种格式 它每一种格式都可以下载 实际上它这里面都有编码 所以你一样 你你其实你可以 就可以都是签除的 那这个是下载 那这里面呢 给大家看一下 那比方说我们想要知道政府开放资料有多少笔呢 你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你看它笔数就知道了 57445 那扣掉第一笔 其实这样这里有57444笔 政府开放资料有57000多笔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这个是清单 目前笔数也有写下来 好 那那比方说你在使用上的时候呢 你如果遇到一些问题 比方说你你用了这个资料集 他写的不清楚还是干嘛 哪里有问题 你可以反应 那你可以反应的时候 这里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个资料集 在这个下面 你有登录的时候 你在这里可以当场就是发表新的回应 你就可以写 你是谁干嘛干嘛 建议他什么什么原因 那我想 像我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一看到这个反应 然后我有一些问题 我就真的给他反应 但是我其实本来是没有预期说 反应呢 政府 你民众 就是提到这个问题 他可能不撩你 反应也没什么用 但其实经过了很多次的 这个反馈的经验 那个 政府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也很 就是 反正他有他的机制 就是你反馈 最后他通常你在两三天内 你就一定会收到 两三天内 一定会收到一个email说 他们已经转给就是 就是相关单位了 然后在不到一个星期内 那相关单位 他一定会发一个email 给你说他处理的情况 那 就是 其实很 我是觉得这个很贴心的 那他反应其实相当 也相当快 他会告诉你 那虽然在有的时候 就是他的反应 你听起来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 激通压降 但是 实际上会 就是我反应过很多 他们有很多真的都有改 所以实际上进展也不少了 那这是一个 老实讲是一个 我觉得有反馈机制很重要 最重要这个反馈机制要行动 这个才是政府 老实讲是 不错的地方 那他们在开放资料上会有这个东西 那我刚才在讲说 这整个政府的开放资料 他不是 那不是某一个单位 比方说新竹市 或者是什么 什么水 水利署 不是 他不是分开的 他是全部一起的 整个政府的开放资料 在这里 都是会有一个入口 所以这个很强烈 大家进来使用 好 那 这里再讲 就是 刚才说明过了 整个资料级的格式 这个刚才说明的地方 那 好 那比方 我们再讲 讲完了刚才那些东西 那是不是所有政府的开放资料 就只有在 刚才那边就全部搞定了 其实不是 我刚才说 政府的开放资料 90%都在那里 那另外10%在哪里 就分路 就散落在各地 有些地方是 他们可能各自的 或者是还没上传到 政府开放资料 我们成为国发会的那边 可能还没上传 或者是什么原因 他没有在上面 或者是另外 或者是他们可能之前 就已经先见在哪里了 并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 其实每一个各部会 他会有 他好像也都 大部分都有自己的 开放资料网站 还是干嘛 所以我们在这里 就是收集了一些 还不是很完整 收集了一些 就是各部会 或者是地方政府的 一些开放资料 一个专区 一个网站 那比方说 我自己新竹嘛 那比方说 新竹市的 开放资料平台 你可以看到 新竹市开放资料平台 那你可以这样去看 好 第二个 那刚才那个都是档案型的 就是你下载下来 档案型的开放资料 那你下载下来 但是还其实有很多资料 他可能比方说感测资料还是干嘛 他每五分钟都在改变 那我每天都在下载 这个资料 就是不行 所以而且很多 有弹性的东西 实际上要透过 所谓的API 就是你程式直接去拿 每五分钟就拿一次 每五分钟就拿一次 可能拿到都是 现在即时的 这种叫做API形态 那这个API形态呢 在这个清单里面也有 ATP API的入口 比方说 这里 比方说环保署好了 环保署 糟糕 过期了 还是干嘛 那这是 水利署 水利署的一些云平台 他们 现在好像政府的 开放API的标准 就是所谓的open API 你大概看到很多次 你都会跟他类似的这些东西 他就会 水资源资料 这些 你可以去拿 这些用写程式的方式 这一堂课是比较不介绍 但是告诉他说 告诉大家说 有一种写程式的方式 可以拿到很多的资料 这种API的形态 那清单在刚才那个地方 这个是API 还有一种叫做WNS WMTS 这种就是 比较做地理资讯的 你直接上去拿一张地图下来的东西 这个后面可能会带到 其实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形态 这个是所谓的API存取型 你刚来的环保署的开放资料API 这个再点进去 就来了 那我后面再更新一下 把这个修正一下 那 它这个API 有的API你可以直接 就是可以使用 那也有一些是 你需要注册的 那你想要注册 有的时候就会很害怕嘛 这个注册到底要不要给我审核啊 又干嘛 会不会要求一大堆啊 其实最后你根本用不到 但实际上不是 这个 政府的API 它大部分 你可能随便点一点 Google登录 FB登录 然后 然后点点点 以免有确认一下 大概几分钟之后呢 它你可能就拿到 Key了 那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所以 其实是很贴心的 就是不用害怕 遇到这种注册的东西 想用就直接给它注册 我自己是 呃 也是有一个砍 以前一开始也不太砍 后来后来就 经过几次就发现 这个很贴心的 可以直接使用 好 那 这个API的使用 这边有一些 基本的一些用的流程 比方说你网页先试试看啊 有一个软体叫做Postman 这个Postman是一个 就是开发API 一个很好用的软体 也让大家知道 有这个东西了 然后Postman也测一下 然后写几行 Sample Code测试一下 再来看自己怎么应用 这些就是API使用上 我们习惯的这个样子 好 那比方说刚才啦 刚才这个API 它到最后每一笔 比方点进去就有点像这样 你会有一个网址 你去网址拿的时候 你就会拿到它的资料 它常常都是比方说 Jetson的这种output 你就会看到它的资料的内容 当然写程式 就是要用写程式的方法去存取 对人看不见得是多少很贴心 或怎么样 但对程式很贴心就好了 好 那在使用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 有一件事情是需要了解 就是刚才说很多的格式嘛 那每一个格式 大概是什么 大概怎么使用 你可能要有一点了解 那你如果没有一个了解 你看它给你一个这个格式 你就 你就不知道它可以这么用 比方说我们刚才一开始下载的格式 叫做CSV格式 那CSV格式 CSV格式 这边连接点击 可能就是一个格式的简单说明 那CSV格式它普遍存在比方说 Excel Liber Office Google Shits 简单讲 CSV格式是所有资料格式里面 最基本的 最通用的 你CSV走到哪里都可以用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介绍 叫大家下载CSV 因为它走到哪里都可以用 你可以 在不同工具里面做不同的事情 那在这最重要是比方说 A工具做完 你要转到B工具的时候 你可能都是会出CSV 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再开起来 这个说明就是最基本 最重要 最简单的资料格式 所以你要对这个格式 很习惯 觉得有掌握 这样子你在用开放资料的时候 就会比较舒服 好 那什么ODS 这个很多是Excel的 那比方说Jetson格式 Jetson格式 是一个写程式用的格式 那它在不管Python Python JavaScript 什么地方 其实都非常的 使用都非常的多 那这里有提供一些 简单的一些工具 可以给大家使用 那 XML是一个 是一个号称 就是自工系一年级的学生 就能够写一个Parser 的一种比较简单的格式 但对我们在使用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 有点麻烦的格式 因为其他的格式更简单的 然后主要是这样 在那个时代里面 这个格式是号称最简单的 但现在Jetson格式 明显比它简单多了 所以现在 XML变成是一个 相当头痛的东西 那你如果在地理资料里面 KML 比方说Google Earth Google Map 那Shift 当然是地理资讯 那所谓的地理资讯 我们都 现在基本上 推荐给大家 就是用QGIS 后面会 后面会 介绍 因为你去下载的时候 你如果遇到一些地理资讯 它就有很多 很多那种副导名 那你看到一些 很奇怪的副导名 你有的时候不知道 那我怎么办呢 这我要用什么东西开 那QGIS里面 可以开非常多种副导名 这里刚才就提供给大家一个列表 你如果那个格式 并不是非常常用的格式 你可以来这个表里面看看 比方说DWG 什么什么XML PD 有些是比较常见的 什么NC 这里面 这些都是QGIS可以开的 所以 这就为什么后面要介绍QGIS 就是你遇到一些奇奇怪的东西 其实QGIS都可以开 你没有QGIS 反而都开不起来了 所以 所以地理资讯 QGIS很强 后面会介绍 它能够做什么 它这里都有一些列表 那你点进去就可以看 那QGIS 对于刚才讲的 WMS WMT WMS 这种即时连线的 资料还在远端 它并没有给你下载 但是你在本地上 就跟网页一样 你马上可以看到的 就是远端连线的资料 这个QGIS也可以读 这些是主要是跟大家讲的一些格式 好 那 在进到下一段之前 我还是要请大家 就是 想一下 就是 你可能刚才看了 你知道政府 释出了海量的这个资料 你可能大概也会查了 你可以想想看 在之前 有没有一些 自己有 以前有想到的 有兴趣的 这个资料或者是题目 以前讲 它比方说 不知道人行道在哪里 那我们的树在哪里 那核在哪里 这个 其实有很多资料 你在政府是有的 甚至它也都有开放的 你 只有 概念上有点像 只有你想不到 很多东西 政府其实资料 是有开放 那 你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这些东西 你可以去查查看 那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比方说你拿到的这些 比方说核 它告诉你这些核在哪里 那 核在哪里 它下载的资料 你可以在地图上看得到吗 这个 看起来 你丢到Excel里面去 它是没办法给你一个地图的嘛 那 那 有这些跟地图有关的这些资料 你怎么用呢 怎么怎么看呢 这个 大家稍微花个 两三分钟思考一下 再见到下一个阶段 再见到下一个阶段 好 这里有作业一 那 作业一是这样的 就是 我好像 好 作业一是 你可以到 网站上 你去查 查 开放资料 那 最主要是一开始 你先设计 想一下 你有没有关心什么事情 那关心什么东西 你到里面去查 就是查它 跟它有关的 多下几个关键字 查查看 有没有这相关的东西 好 那 我们在这里的练习呢 是你 你查到 其实你就查出一笔 好 那这一笔呢 你要汇度 比较 是Google sheet Google sheet是 Google sheet就是一个 类似Excel东西 但是它是免费的 那 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我猜 大家在高中的 应该这些 应该都是用过的 那我也不再赘述 如果你对Google sheet 这边不是很了解 在它之前的那堂课程里面 有一段是讲Google sheet 你也可以在里面 就再稍微自学一下那一段 那 你找了这个东西 最好找一个跟经纬度 比较有关系的 那跟经纬度比较有关系的 跟经纬度比较有关系的 因为后面会有一些跟地理有关的 你刚好查到这个东西 后面可以用 这个最好 那不过在这个作业上 没有经纬度 什么也没有关系 那你查了汇到 汇到Google sheet之后呢 会建议你 针对你赶进去的分析 做一些图表 可能一些什么chart 做一些图表 什么统计一下数量 或什么之类都可以 最主要就是给你练习一下 说我拿到的这些资料 我都可以做一点简单的分析 那这个Google sheet上面功能就有 那这个作业呢 因为这次的作业 不见得有绞交或什么 但是在一些课堂上 什么可以绞交的方式 或者是这个作业 如果我们在这个课程 是可以给他缴作业的话呢 那我就会请大家开一个Google doc 就是开一个笔记 那你刚才做了 汇到Google sheet上 你就做一个截图 那截图贴上去之后呢 你就大概写一个 100字以内的一些背景说明 那这个是主题 是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要查这些东西 查到什么心得 这都可以写 那你就佼佼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笔记的连结 搅过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这后面还有 总共有三个作业 那它实际上不用 不用一个作业一份 就是你就写作业一 就写这一块 后面就写一个作业二 都用同一个连结就可以了 那三个作业可以 其实可以同时一起缴交 那每一个作业在 如果在工作坊上呢 都可以请给大家同学练习 那我这边会给 就是预估一个时间给大家 大概这个工作坊 大概可能可以花个十五分钟 就可以稍微有点练习的成果 好 那这个是 这一段 好 这一段